好,謝謝主席,我們有請邱部長 請邱部長 部長,部長 部長,那個烏俄戰爭從今年的二月中開始到現在已經打了八個月了 那麼主導這場戰爭的這個強權呢 它背後的真實企圖 那我相信我們國軍也有很多的參考 可以做很多的參考 部長,公務界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這個很普遍的現象 那就是在位的時候不能講真話 只有離開這個位置或是退休以後 他才會說自己想說的真話 那麼接下來有一段影片 這個發言者就是一位美國退休的前參議員 那也是來越戰的英雄叫Richard Blake 那麼請播放一下影片 就這一個人 這一個人是在內地上 只要我們贏得更加困難 這段影片呢 直接的翻譯就是說 美國及北約不在乎 烏克蘭的死傷多少人 不論他是公民 女人或是小孩或是軍人 我們都不在乎 就他們都不在乎 烏國戰爭是一場足球賽 他們主在乎是要得婚 只要是能夠贏的話 他們根本就不在乎 所有的球員的商產 那麼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這位 這位也是陸軍的副參謀長 他在10月6號 接受美國福斯電視台的訪問表示 美國只花了區區的660億的美元 就讓烏克蘭跟俄羅斯打 一直在打仗 那麼他說這個投資呢 他認為非常的值得 部長我想請問你 你有沒有聽過說代理人戰爭這一件事情 我跟委員報告兩點 第一個剛剛委員一開始講說 在意的時候不講真話 退役以後就講真話 這我個人有點觀點 在意的時候少講話 在意的時候不要談這軍事方面的議題 都會迴避 對 等到退役以後 我覺得也一樣少講話 就真的假的 那剛剛這兩位講的是不是真話 這他個人也發表言論 加上一個軍人 他具有武德這種觀念很重的話 這種言論不會出來 他尤其不會對外 但我不對他做任何一個批評 像我們今天有很多社會 因為他是一個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 各有各看法一個表述 但我通常我不會對他忘加做個評論 那我想請剛剛請教部長的就是說 你有沒有聽過代理人戰爭 我聽過這個 第二個我就要跟委員報告 我聽過代理人作戰 像有些傭兵 就都是這個範疇 好 那麼這個策略 是不是只有這個強權的才玩得起 像我們這種小國家 是不是我們就是代理人 前面這兩位美國人 他們都是軍人出身 他們中和他們的話 他們烏克蘭戰爭完全是一種投資的行為 而且他們也不在乎說 其他國家指商的是多少 因為不是他們的子民 所以他們根本就不在乎 我覺得這樣 加上一個軍人 作為一個執政者 他家有這種觀念的話 那真的很危險 其實我了解真正的軍人的話 他是緊張在避免戰爭 所以我不管以往 在受訓或我個人體會當中 我們軍人不是一個好戰分子 我們就是要維護和平的分子 但是我們要展現出我們有這個能力 保護我們的國家 不要被人家所侵複 但我們絕對不會主動去挑動 或找什麼代理人 所以部長 之前我也曾經問過你 我請教過你說 我們的國軍 我們的國軍呢 是為中華民國的利益而戰 不會是為其他國家的利益而戰 那當時您的回答是 為了我們中華民國的利益而戰 那今天還是這個 還是這個答案對不對 決定是這個答案 就為中華民國而戰 那部長我今天我要請教你第二個問題 今年我們招募的士兵 只達到一定招募的一半而已 那當然原因出了很多 那但是保家衛國呢 是我們的職責嘛 對不對 真要拿出行動的話呢 確實是落差很大 招募到不到一半 我們人數兵 那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年輕人都知道說 假如未來台海開戰的話呢 我們呢是為真正的目標 是為保家衛國呢 還是為美國的利益而戰 所以呢這些年輕人呢 是不是因為擔心說 啊到最後是為了美國的利益而戰啊 所以我們就他們就不願意 不願意來為這個從軍部長 你會不會如果真的有這種狀況發生的話 那你會不會認為說很感到很無力 因為我們的年輕人想法 有這種想法 報告委員 那個今年招募中央不好的確啊 他當時有原因嘛 不管少子化或者疫情 這我都 我就跟我們承辦單位講 我不能以這為做一個藉口 但這個雖然有影響 但我們要努力來彌補這一塊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一旦要動員的話 或者要服役啊 我們一定給他一個觀念 這就是為了我們自己中華民國 沒有假如我把你招來以後 為了美國再打仗 我想一個國家 他講最基本的一個尊嚴 不會講說把自己國民招來以後 舉個美國國際 我是說您今天會不會有這種想法 他有這種想法 他一個自由國家啊 他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到了軍中來 我們軍就有這個責任 讓他不管是意志這種思考 通通以這個整體為主 我們絕對要做到這個地步 而且我也會把握 因為到軍來以後 大家統一 這號令 這是最基本的 這我跟委員保證 那假如說 招募來了 我絕對讓他一致 絕對讓他一致 那假如說 美國呢 要我們打一場跟烏克蘭一樣的戰爭 把美國的投資利益的包裝在 保衛中華民國的這種裡面的話呢 那我們要不要面對這種戰爭的話 那我們要有什麼樣的準備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就在強調 我們國家自我防衛自己來救 只要有任何外務 我不分哪個國家 只要有唯一的憲法 來對我們國家有所侵擾 我們國軍就有這個責任 要對他對抗 那到那個時間點 那不是你所謂我王 我們絕對為國家盡忠職守 站到最後一筆一組 這就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我們還是要保衛我們自己的國家 所以一定為我們自己國家 來做一個保衛戰爭 那我請教另外一個問題 在紐約時報在 10月12號的時候 刊登了一篇文章 他說 美國計畫強化台灣武器儲備 那麼換句話說 就是說 讓我們台灣再蓋一個 大型的武器儲備庫 那麼其實這個 這個呢在去年的時候呢 就有這種論述產生了 那後來因為我們的預算裡面 也沒有這個編列 所以呢 委員人們也就不再追問這個事情了 那麼今年呢 在營帳方面呢 我們雖然編了很多的 去年了 編到今年裡面 我們編了很多的預算 包括是清泉鋼的 三十六座的那個 抗炸機堡 那麼還有滑跑道的這個 戰備工程 還有M1 A2的營區及訓練廠 還有那麼陸 陸居移叉飛彈的陣地 這一些呢 我們的執行呢 幾乎都是零 沒有執行到 那麼就表示說 我們這個大型的武器儲備庫呢 是有所困難 第一 度假復漲嘛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蓋這一些嘛 那麼第二呢 剛剛您的報告裡面也說 因為 絕標造成的絕標 也沒有辦法去做 那麼國內營建物的上漲 還有缺工缺料 所以我們工程非常的漏後 進度漏後嘛 那如果 美方執意要我們蓋這個 大型的這種儲備庫的話呢 那我們到時候會怎麼做 我跟委員報告 國代有句話講得很好 到現在都還要適用 大軍未動 糧草先行 這所謂糧草就是一個儲備 不光是糧草 可能連同彈藥這些戰略物資 通常要先行儲備 我們國家到時候 一帶有什麼狀況的話 我們海島國家一定是被封閉 然後外面的資源都不容易 所以我們期望講 我們這個戰略資源 能夠獲得多一點 來儲備到 但儲備方法很多 不想說一定要儲備 我蓋個庫 所以蓋個庫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譬如說雷達戰 固定的雷達戰 一旦作戰的話 這都是很難保的 同樣你蓋更大的庫房 也同樣固定在那個地方 就很難保 所以我們就是一種靈活的 利用原有的建築物 或者利用哪怕民間工廠等等 這都是一個選項 但是詳細部分 我們目前還沒有著手 所以到時候我們還是要在 會不會有這個特別預算 來蓋些儲備庫 或是說我們把儲備庫的分散 還是集中 分散還是集中 或是說我們把它儲備庫 放在交通要道 或是說放在比較 我們的這個戰備比較需要的地方 所以我問我您辦法 因為這個案子目前 到目前還沒有執行 我們的建軍本來就講說 有什麼狀況 逐年逐年 但我們不管做任何一個準備 不會影響到我們主要的武器裝備 不管是採購或者建案 這個推動 就算要有的話 我們也就節約 看怎麼樣能夠哪些地方可以用 甚至是有一些庫房老舊的營區等等 這都一個選項 因為目前還沒有這個動作 所以到了一代要有的話 一定是主叢盟會分得很清楚 特別跟委員做報告 謝謝部長 那麼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說這個施工率偏低的話 我們這個要怎麼去改善 因為我們剛剛有談到 我們去年的編列預算 今年的我們的執行率差不多幾乎都是0 那麼現在已經這麼緊急的話 那我們現在執行率偏低的話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改善 是 是啊 我跟委員報告簡單講 很多工作 它推動 當然有外來因素 但主要內部自己也有因素 內部就講一個疏忽 或者工作一多 把這個給拉到一邊 所以我想我的做法 我要求每個夜管單位 不管軍備局 中科院 只要有夜管工程的 或者有什麼建案的 統統一案以管制 怎麼樣管制 就是它有個專案人員 要經過哪些 一定要經過誰 甚至於 我要舉個例子 我們中科院有些同仁 是從我們軍中退伍以後去 在那邊服務的 那我就給他們律定 你這個人 你要負責哪幾個專案 然後我每個禮拜 我會看到 他工作管制 目前做的怎麼樣 一旦有什麼 就落掉了 我們一定追原因 像我們軍備部門 包含副部長 包含軍備局 那這一方面都抓得很緊 那到了我不能講 絕對沒有問題 但最起碼 我會把這個問題降到最低 我剛剛問這個就是因為我們 今天報告裡面 是是 國內營建物價上漲 缺供缺料 進度落後的時候 我才會問有這個問題 是我了解 所以我們會盡早來處理 好 沒有假搶 謝謝部長